刚洗完澡的人 一定要把衣服抖一抖在穿上 他不能用自己洗干净的身子 穿上那个肮脏的衣服 所以我宁可投江 葬神与江鱼的余妇之中 我也不能用我的洁白 蒙受世俗的尘埃 这就是去源的娟 所以我们的去源是个狂娟之事 取缘的人生的第四个方面 叫文学之祖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文学上 有一个词叫风骚 这风骚是由两个词概括成的 风指诗经的国风 骚指取缘的离骚 诗经的国风和取缘的离骚 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换句话说 风骚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而国风是集体的创作 不是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创作 而离骚是取缘一个人的创作 所以刘协在文心雕容中间 讲到取缘的影响的时候 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一批词人非一代 说取缘影响的中国的诗人 绝不是一代 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诗人 李白在江上寅这首著名的诗中 也写了两句诗 叫取平慈父玄日月 诗王台谢空山清 意思是说 到了今天 诗王那些王公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 只有取缘的词父 还像日月一样 在当空照耀着我们 这就是取缘的一生 我们用四个词组做了概括 取缘是一个政治家 一个思想者 又是一位诗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 取缘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异品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以深圳的爱国情怀 和上下求索的精神 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和人文品格 那么今天的我们 应该怎样传承这种精神基因 和人文品格呢 其实取缘影响后世的 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取缘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 不仅是因为他创作了 和诗经 不同的一种诗歌 更重要的是取缘的作品 取缘的形式 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和精神 这种人格和精神 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 叫取子精神 这个取子精神 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 是坚持正义 追求真理的责任 担当与勇气 取缘的一生 是为自己的理想 奋斗的一生 是为完成自己的责任 而奋斗的一生 在他奋斗的过程中间 他遇到的困难相当多 比如说 楚国贵族的势力 楚王的昏庸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取缘始终坚持一条 路漫漫其修远 其五江上下而求索 他始终不愿意同流合污 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最终取缘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就是自我沉浆的方式 践行了自己 对真理 对正义 对理想的坚守与羔羊 我们在取缘的身上看到的是 生命的意义 已经超越了生命的本身 生命的意义 远远要大于生命的本身 而这一点对后世 许多文人有了深刻的影响 比如汉代的贾义 再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 宋代的路由 一大提中国的诗人 后来都受到 就是取子精神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对楚国生辰不渝的热爱 我们今天谈到取缘 很自然的要把它 和那个爱国主义精神 联系起来